这就是我前几天刚入手的西门子EQ300全自动咖啡机 让我看看春色中咖啡机比士林顶端的物种到底有啥功能 相信大家对西门子很熟 他们家的咖啡其实有百人历史的 这款机器是德国进攻欧洲进口的 这这感很不错 它上面有五个快材件 有意思浓缩 长翠浓缩 卡布奇诺 拿铁马西朵和热牛奶 还有一个调节浓度的咖啡按键 实在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制作第一杯异式浓缩咖啡 西门子咖啡机的核心功能是I香醇系统 机器大脑能精准的控制好 淹没水温气压和时间 保证出来的咖啡口感回味无求 那现在再来做一杯卡布奇诺 先在杯子中倒入少量牛奶 然后打发 这个蒸汽棒是可以生长到杯子中 西门子咖啡机是一键花式的 对新手而言打来破很难 所以这款直锡呢很适合新手哦 这样一杯卡布奇诺就完成了 真的快速又简单 首先品尝卡布奇诺 入口丝滑 咖啡回甘吃酒 然后再到浓缩咖啡 酸甜感风味比较平衡 哇真的忍不住都喝两杯 身边的伙伴好多想入手咖啡机 单独因为清洗困难不敢入手 和西门子咖啡机不一样 它都可以全机心水洗 打开盖子 我们把里面的机心拿出来 然后清洗就可以了 清洗完之后把它放回去 就清洗完毕 这么方便就能做出好喝的咖啡 屏幕前的你还不赶快点击 左下角购物链接 给身边的他封上一杯香醇的咖啡吧